屏東縣立田徑廠去年2月動工整修 以國際田徑總會議發布最新跑道之尺寸及面層標準 作為整修工程依據 並取得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之標準比賽場地認證 目前第一期工程已完工 從修後的特色的話 我們是採用比較親民的一個做法 另外的就是我們有請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來幫我們做這個跑道做一個認證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場地完工了之後 能夠讓全國性的賽事能夠在屏東這邊來辦 改善原本老舊且不符賽事標準的跑道 田徑場第一期工程完工後 已開放讓選手及民眾使用 另外主看台採用藍色系跳色彩繪 搭配周邊頸部增添活潑生氣 而跑道旁的老樹刻意保留下來 綠意盎然的田徑場讓來到這裡運動的民眾身心皆舒暢 有時候跑道有損壞的都要我都喜歡漸走 都要閃開那個跑道這樣子 而且呢階梯打掉以後更接近那個 就是你會覺得走在樹就被樹圍繞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以前是田徑選手嘛 我去過很多田徑場 沒有田徑場是說可以走在樹下面的 而且現在是跑道修復以後 現在這個是一個標準的田徑場 之前並不是 所以就是感覺很不一樣 那個平坦度是較以往更好 而且整個草皮它也弄得很 看起來非常的舒服 整個這個走道呢我們走過去 就有一種很開闊的那種感覺 那對之前跟現在真的差很多 以前可能是在跑像柏油路一樣 那現在已經有一個很算是完整的一個跑道 可以讓選手可以好好的去練習這樣子 這次還是算蠻好的環境這樣子 那現在場地比較好 跑起來也比較舒服 新的田徑場除了擁有通過認證的紅色競賽跑道外 跑道中心的綠色草皮 則會符合國際賽事的足球場 場地內採用百慕達斯19單一草系 為最適合南部氣候環境 及足球活動的運動草坪 期盼能為屏東培育更多優秀足球選手 我們中間綠色的部分的話是做足球場地 是一個標準的足球場地 那未來我們這邊也會結合新南向政策 辦理一些新南向的一些足球性的一個比賽 那配合我們屏東縣要成為一個足球的一個大縣 我們現在目前在屏東縣田徑場 然後屏東大學以及長治國中 我們都跟教育部爭取了一些經費來整修足球場地 我們希望未來屏東縣能夠成為 南部的一個足球中正 因應賽事場地的標準 需局部拆除北側看台 原有的跳遠場地 在整修後移至北側看台處 也是符合標準的跳遠場地 提供優質的訓練環境 比學校還要好很多 沙子那些都是 就是也都不一樣 沙子也比較軟 然後場地也是比較好 就比較好發揮 發揮自己的情人 對訓練來講的話 現在場地比較大 跟之前位置不一樣 所以場地比較大 然後兩邊都可以同時使用 那他的選手使用的效率 就會大大提高很多 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表示 新的田徑場以安全為首要 兼顧城市美學 將成為現民日常生活的運動場域 未來將聘運動指導員 來提供民眾正確運動的諮詢 我想這個田徑場其實它有兼備 有一個休閒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那民眾在這邊的話 他可以來辦理一些進走 或者是路跑的一個訓練 那其實在搬完之後 這邊的運動的人口非常多 那我們體育發展中心這邊也會安排 從明年會安排我們運動指導員 來這邊協助民眾 指導民眾正確的一個運動 預備 GO 李達平說 田徑場接下來的二期工程 將以不影響民眾運動為考量 加強看台規劃 另外體肅中心辦公室 將移至田徑場規劃辦理更多賽事 田徑場完工後首場賽事為 屏東縣長輩田徑錦標賽 將在3月登場 緊接著5月將辦理全國大地 建立錦標賽 期盼未來透過舉辦大型賽事 邀集全國好手一同競技 讓屏東縣體育風氣更加熱絡 也讓屏東的優秀選手 有更多機會展現自己辛苦訓練的成果